好来看到花莲市中山路一间便当店 23号的中午出现一名自称消防人员的顾客 在电话订完75个便当后就消失人影 但是餐点早就已经做好了 那么业者刘先生则是霸气的回应 全部都要送给尽情忙于访训的清洁队员 然后订了75个便当 但是接下来他都不但没有来拿 我是打电话他也都没有接 然后打不通那我想我们要报案 便当店老板拿起电话拨打110报案 因为就在不久前 他们遇到了大量的二一气单 直接先打室内 然后跟我说他要订便当 然后看可不可以加LINE 然后比较方便联络 我就说好 然后我就给他我的LINE 然后他等于是我只有他的LINE而已 没有一般的电话 双方在互加完通讯软体之后 男子自称是消防单位 并进行了后续的报价流程 店家不宜有他 一早时间准备了75个便当 但却迟迟等不到人来领餐 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场骗局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恶意的行为 因为之前都有联络 并也没有什么沟通上的误会 那他叫了这么多便当 尤其现在景气真的也并不好 然后物价成本都很高 叫了75个便当 其实占了我们店里面几乎一天 差不多两成的营业额 然后就这样就把这个单子放弃掉 那其实对我们这样的小店来讲 是造成很大的损失 由于便当店刚好就在事工所附近 华连市长卫嘉燕在事发的第一时间 也到场关心 原先是要认购给同人吃 但老板却霸气回应要全速捐出 那刚刚董事长也跟我说 他可能会将剩下的便当 捐给我们清洁队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两天 都在做一个防训的动作 那体力的消耗比较大 那也希望让我们清洁队多补一补 那在这边也要先感谢我们刘董事长 那特别感谢 那也希望说 不要再有民众在做这个恶作剧的动作 因为我想小本生意赚钱不容易 业者私下表示这次开店以来 第二次有这种情况发生 将来如果不是熟客订购 将会要求预先支付一半的订金 来确保免于受骗 记者 徐立琴 华连市报导